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六个问题 请台长慈悲开示 第一 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脱人间的境界 放下人间的思维 怎么样超脱 怎么样放下 第一 多念经 第二 众善奉行 诸二莫作 第三 好好的听高僧大德 正信正念的开示 你会进步很大 目前对你们来讲 你们就先听听一位高僧小德的开示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第二 业障是否有重量 是否像物质一样有重量的存在在身体里 如果人死了后 业障是如何随身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还有点水准 业障有没有分量 我可以告诉你们 灵魂是有分量的 业障是粘在灵魂上面 一种虚拟的意识形态 所以经常说 要意识形态 要抓住意识形态当中的问题 意识形态是你的一种想象 是一种imagine 它是一种想象力 这个是没有分量的 你做梦的时候 你的灵魂出去 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意识 所以当一个人 心中觉得亏欠别人了 对不起别人的时候 他有分量吗 他心中有很重的分量 他难过 他难受 他觉得对不起别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要拿着撑一撑 有多少几斤几两 我可以告诉你 那是没有分量的 感恩台长开示 第三个问题 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 思虑太多 你就不能守住自己的心 太多的思维 经常的牵挂 你就容易有漏 请师父开示 这个漏是漏得哪方面的功德 漏得哪方面的功德 很简单 你思虑哪方面 你就漏在哪方面的功德 你感情方面放不下 你漏了感情方面的功德 你在物质方面放不下 贪心 你就漏在物质方面的功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台长 第四个问题 心通修问 每天针对自己做错的事 念礼服大忏悔文时 要先向菩萨忏悔 可是我们都希望 把过去做错的事给忘记 那每天向菩萨忏悔时 又多说一遍 这是否会加深印象呢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向 心通修解答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这个叫概念性的混乱 听得懂吗 首先 我们做错事情 先要跟菩萨忏悔 因为在你没有忏悔之前 它是不能消掉业障的 就算你不去想它 它也是存在的 明白了吗 比方说 你身上有一个酱油汁 跌在你的寸衫上了 你首先的目的是要把它擦掉 对不对 那么擦掉的时候 你要用尽去擦 这是实际上的做的事情 然后擦完了之后 你慢慢慢慢的淡了 你以后才不能去讲它 你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是以后等到你忏悔完之后 这件事情已经在你的记忆当中淡忘了 你就不要再去念礼佛 去忏悔这件事情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你现在还在忏悔这件事情 说明你的心中占的比例很大 这块木记还没有消掉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主动的去做功德和做功德不着相之间的关系 现在很多同修都有意多做功德消业障 而师父开示过 做功德如果能不着相则功德更大 那是不是在做功德的时候一动意念我在做功德就算是着相了呢 那是否可以马上念功德宝山神咒来弥补呢 境界刚刚开始的时候 比方说我在做功德也有功德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呢 这叫有相不失 如果你无相不失呢 功德更大 明白了吗 明白 我讲一个小的事情就知道了 有一个人捐了两千块钱 这个两千块钱捐完之后呢 他上面写个无名事 那么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呢 人家到他家里来了 他说我也捐钱的 你看这个无名事那就是我呀 不能着相 要直接做出来的 那功德更大 我举个例子 一个老伯伯过马路 腿脚不利索 摔了一跤 边上有一个人 突然之间想都没想就把他掺起来了 还有一个人 哎呦 老伯伯摔下来了 我要做功德 我来把他掺起来 你说哪个人功德大呀 直接掺起来的功德大 好了 他的意念当中已经功德没有了 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善事 他没有这个意识 他就知道这样做是我应该的 就像菩萨做 我度人那是应该的 我能够成菩萨 也是应该的 我在人间吃苦 也是应该的 这就是随缘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不过有时候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意念 会去想功德的事情 控制不住也得控制 人有思维 人如果经常说控制不住 那就不是在一个菩萨的境界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人如果经常控制不住 就会不在人道 在畜生道 因为畜生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才会犯罪 明白了 最后一个问题 给小孩子叫魂 是每个小孩子受惊吓之后 都可以叫魂吗 还是有些情况不适宜叫魂 基本上只要晚上不去叫 白天都可以叫 叫魂实际上很简单 你经常叫这个人名字 他的灵动性就出来了 如果这个人名字特别好 你天天叫他 灵动性出来 这个人就越叫越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 所以很多人说 不停地叫这个人名字 你叫魂啊 人家家里不经常这么讲吗 实际上叫得出灵动性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早上八点钟 如果觉得孩子魂魄不齐 思想不集中 你可以给他叫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 保佑我儿子某某某 能够魂魄归身 叫三十遍 你孩子 基本上这一天的魂魄 就不会离开了 感恩台长开示 最后我们丹麦共修祖 正在找地方建观音堂 请师父慈悲加持 我们丹麦共修祖 能够早点找到合适的地方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意念一动 你们很快就找到了 感恩师父 在那个哥本哈根的右边去找 感恩师父 地图上的右面 左面对不起 左边 左边是东面还是 西面还是东面 西面吧 西面是吧 西面对 从地图上 哥本哈根的西面方向去找 好吧 好的 感恩师父 很快 两个礼拜就找到了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师 佛友义工们 首先 先恭喜恩师 又喜得两千四百位弟子 天上莲花 敬先开放 法喜充满 不要掉下来就好了 弟子代表杭州共修组 有三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关于观世音菩萨挂坠的绳子 用红丝线 还是用黄丝线为好 还是两个都好 这有什么区别吗 请师父慈悲开示 关于红丝线和黄丝线的话 红丝线更庄严一点 黄丝线的光芒四色 其实菩萨对这两种光都非常喜欢的 释迦牟尼佛喜欢用红光的 护法神都喜欢用红光的 观世音菩萨是黄光 金黄色的 所以这个光这两种光都可以 那么男人呢 最好能够带黄的 金光闪闪 女人呢要比较刚强一点 因为女人属英 最好呢带红色的比较好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师父说过 家人呢都是最深的缘分 于冤结 那么在每天的功课之外 再念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专门用于忏悔对家人 比如说某某某 就是具体人的伤害 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问题 念一遍给家人 家人会对你越来越好的 如果你发现他老盯着你 老骂你 你就偷偷地给他念礼佛 越念越好 到最后他还会给你买东西呢 感恩师父 那师父是一直念下去 还是念一段时间 一直念下去 念到他给你买东西呀 怎么这么笨的了 感恩师父 但是要记住啊 因为吵架的时候 念礼佛来不及 你前面几句还没念好了 他打起来了 怎么办 一吵架 马上先念解节奏 解节奏不灵 马上念 你们告诉他 念什么 心经 听得懂吗 心经最款式 他就是要打你了 你心经一念 他马上全都就放下来了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师父对于发书 有不同的开示 如果是由于 如果是由于把这么好的法门 去介绍给其他人 那么他的功德呢 不但可以消业障 而且功德不会减少 会得无边无量的功德 并且如果到时候是发出的书被丢弃了 是不是也会没有业障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发书的时候呢 比方说人家要看 你发给人家 那你当然有功德 你看见一个人明明不要的 你像发广告一样的 把卢台长当广告一样的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人家扔掉 你本身这个一定会有一点点流漏的 所以最好不要把台长当广告 你先跟他讲 讲几句话 让他能够听了 有兴趣了 或者给书给他看看 你要看吗 他觉得要 他伸手了 你才给他 这才要有功德 或者你就学 昨天意大利那个小女孩 先弄一张报纸 先给人家看看 人家报纸有兴趣了 然后我们再把书给他结缘嘛 感恩师父 那么如果呢 他是出于 为了做功德而去发书 那么这个功德 消除业障后会减少 如果出现书籍被丢弃的话 是不是就有业障了 应该不会 只要他很用心的去发 他会消业障的 因为这个发书 能够度到人 但是呢 就算人家不看 其实人家现在也很尊重 这些佛法的东西 不应该会丢弃的 听得懂吗 就像我们看到一本西方 比方说圣经啊什么 我们也不会把它扔掉呀 酒店里他都放一本啊 对不对呀 我们也放在边上 看不看是你的事情嘛 对不对呀 尊重其他法门 尊重所有的宗教 那佛教才会在世界上成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 能够让世界和平的宗教之一 这很重要 谢谢师傅开示 那么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恩师 卢君洪台长 杭州公修组呢 也向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忏悔 向恩师 卢君洪台长忏悔 忏悔平时 弘法过程中的 不如理不如法 杭州公修组 一定做好 观世音菩萨 妈妈的好佛子 做恩师卢君洪台长的 好弟子 跟随恩师一门精进 正信正念正能量 弘扬心灵法门 广度有缘众生 一世修成报佛恩 最后祝恩师卢君洪台长 法体安康 功力增强 常驻在世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你还要我增强功力啊 谢谢啊 感恩南摩大自大碑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科萨 感恩南摩大自大碑 守命红法 卢君洪师傅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我代表多伦多共修组 向师傅提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台长曾在开始时说 过生日应当过阳历的生日 那么当一个人的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 正好重合在同一天的时候 说明这一年的天时 会对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或者表示这一年是特别顺或不顺 应该多注意什么方面会更好些呢 应该记住了 过生日尽量少过 而且尤其不能杀生 师傅透露一点下面的信息给你们听听 当你们一点蜡烛 Happy Birthday唱歌的时候 下面就把你勾掉一岁 那是真的 你提醒了他 我们澳大利亚悉尼有一个老太太 现在已经将近90岁了 她20几岁开始从来不过生日 所以我告诉你们少过生日 尤其很多年纪大的人 她50岁大时候 60岁大时候一过 很快就走了 很多人说 怎么会 刚刚过生日吗 怎么会走掉了 因为他大吃大喝啥呀 因为几十桌呀 全部都是活的海鲜呢 所以他很快就会走 我告诉你下面勾起来最快 尤其是大吃大喝这种杀生啊 它是折瘦的 所以千万少过生日 有时候把自己生日忘记都没关系 简单一点 你可以买个蛋糕不插蜡烛 大家在家里唱一唱 Happy Birthday 都没关系 你一点蜡烛通知下面 所以火跟 火是跟下面直接联系的一个渠道 所以你只要把火烧掉 很多人不是把火要什么化掉吗 化掉实际上就下去了 听得懂了吗 所以生日少过 过素的生日还好一点 过婚的生日更糟糕 但是呢 也要记住 如果你过素的生日的话 那一点蜡烛照样去掉一岁 你说过好还是不过好 随便你 放在一起和放在不一起 阳历和阴历 那是一样 因为唯一的差别 那就是一个半斤 还有一个八两 谢谢师傅开示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梦见蜜蜂 采蜜 预示着什么 而且采蜜的蜜蜂很大 比现实中的蜜蜂 要大很多 好像是蜂王一样 你要记住了 是男人做这个梦 还是女人做这个梦 如果是女人做这个梦 叫她感情运当心 听得懂了吗 听懂 这是真的 如果男人做这个梦 就说明她有成果 工作会出成果出来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蜜蜂飞来飞去 采花蜜 采要么采花蜜 能有好事情的 梦里看着她飞出来 好像是采向日葵的花蜜 那很好 我告诉你 要采花蜜 除非我们要 好好地采我们 智慧的菠萝蜜 其他的蜜都不咋地 感恩师傅开示 第三个问题 白话佛法 第四册里提到了 摩尼珠 并说了有两种方法 可以找到摩尼珠 第一种是用意念 第二种是修为的找 修为就是念经 做善事 做功德 心灵法门就是 观心菩萨 指导我们 如何在法界 进行修为 那么想请问 台长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把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 既把意念和修为 结合起来寻找摩尼珠 是否能加快和提升 我们找到自身的 摩尼珠的进度 请台长 心中的慈悲心 心中的智慧 就是你的佛性 就是你的摩尼珠 所以不要去执着 于某一个物质 你本身对这个名字的执着 已经造就了 你对这个物质的 理解的错误 所以好好地 修你的本性 就会修出摩尼珠 好嘞 谢谢师父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 龙天护法 诸佛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 感恩所有为法会付出 辛勤努力的师兄们 恩 我代表吉林白城 共修组向师父提问 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恩 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修行 心灵法门之后 自身和家庭 都发生巨大的变化 发愿今生今世 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 修心修行 弘法度人 生活中 很多事情 确实已经看破 但因为自身的业力所在 却又一时不能放下 这样会给学佛 带来很大的阻碍 请问师父如何克服 怎么样才能将菩萨的智慧 更好地应用在弘法和生活当中 请师父开示 你啊 好好地把白话佛法看看 其实人生就是个智慧的人生 一个学佛的人 什么都放下了 他就不会纠结 不会烦恼 这就是智慧 所以看得破 放得下 没有执着的人 就没有烦恼 你在生活当中 就会随缘 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 所以学佛 要佛法人生啊 人间佛法 其实学佛并不是一种意识 并不是说我有这么一个事情要做 而是你在生活当中 就要学会生活布罗蜜 要懂得我们做人就是学佛 我们做事情也是学佛 我在做工的时候念经 上班的时候念经 我在坐公车的时候也可以念经 任何时候都是在锻炼自己的一种佛性和慈悲心啊 这样的话 你的生活才会变得很美好 你会不跟别人争 不跟别人抢 因为你觉得这个世事无常 今天有了 明天没有了 对我来讲 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这样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放得下 看得破 这样才叫智慧人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很多同修喜欢在网上发一些名人的事例 例如吃素 学佛等 或者分享一些学佛灵验事情 这些都是正能量 但与此同时也会发那些反面例子 比如某某名人生癌症走掉了 或者某些灾难之类的消息 然后拿学佛跟没学佛进行对比 我们学佛人看到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让没有学佛的人看到 难免会生反感或者憎恨 请问师父这样做合适吗 如何才能更好的进行法布诗 请师父开始 记住了 正能量的东西发出去 就算它当时有一点反感 但是正的永远是正的 事实永远是事实 所以你不能因为 因焰费时 你也不能因为 它不接受 你就不去弘扬佛法 记住了 一个好的佛法 必须要弘扬 不管碰到什么艰难选阻 也要弘扬 他今天不能接受 是他缘分未到 我们缘分不成熟 等到他以后看的时间长了 说不定他就能够接受了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 有一个老妈妈 她想劝她老公学佛 就是不听 而且她老公更功高我慢 她说什么卢台长 我不要听 结果她这个老妈妈跟她讲 你居然不听 好 每天听广播的时候 有意的把收音机开了响一点 她老公开始说 哎呀你不要这么想 过几天呢 在房间里偷偷的听 再过几天呢 老妈妈有意把我这本书呢 放在那里搁着 接下来她就看 再过几天她就听 现在想知道她怎么样了吗 现在她天天磕头念经 比她老妈妈还努力呢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你就不放这些 教育他们的材料啊 记住啊 人生无常啊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啊 一个喝酒的人 会把干喝坏 照你这个意思 喝酒的人会反感 医生就不应该 做一些宣传说 酒喝了多会把干弄坏 你们说 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吉林远了一点 所以反应慢了一点 好好努力啊 多看 明白了吗 多看台长的白化佛法 对你很有帮助 小姑娘 我们吉林白城共修组 虽然所处的地理位置 相对而言比较偏僻 修行心灵法门的人 也十分有限 但我们一定会尽 自身最大的努力 跟随师父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祝佛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以后一定会关心你们的 再远也要救 师父不应该刚才讲那个话 对不起 讲吧 感恩南无大致大悲救护 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感恩南无大致大悲救护 救难广大灵感 对不起 这个一定是外国的 对不起 哪个国家的 泰国 哦 泰国 感恩大 对不起 感恩大慈大悲救护 救难的恩师 感恩十方诸佛 感恩龙天库法 感恩各位法师 我讲的是泰文 感恩大家 你感恩下去好了 不要问问题了 现在我代表泰国 曼谷公修会 有三个问题 向师父 请示 请师父 执杯 他要汇报了 他把我当领导了 请师父 执杯 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同修应 帮助其他同修 辈业 再加上下风自己的369 导致业障爆发 身体输卸问题 当同修需要帮助时 之前他所帮助的一些同修 怕自己被业 远离了他 另外一些同修认为 学婆仍要直辈 就见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这位同修 现在很多共修主 都存在这种形象 一种是 乐意去帮助 其他帮助的师兄 第二种是 怕悲悦不去帮助 其他人的同修 请师父 直辈 开示 听得好累 首先我告诉你 主啊 有能力的可以去帮助 这些受苦受难的同修 没有能力的 就不要去帮助 受苦受难的同修 这样也可以 先要自己修好了 才能帮助别人 自己还没修好了 自己先被业 那也是不可以的 谢谢你 感恩师父之悲 你是不是听了我这个话 比较亲切吗 很亲切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同修和家人 在同一公司上班 生活到在医学 同修的家人反对 同修写佛 同修做功课指令 滔滔念 已经背诵的大悲照 心经等 但礼佛念不了 因为工作生活到在医学 实在无法披害家人 念不了礼佛大善悔文 礼佛大善悔文 又是功课中 必不合少的经文 请师父之悲 还是怎么办呢 你们说我用他比较亲切的话语 回答他呢 还是用普通话回答他 你们说亲切的 那我用亲切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他的先生睡觉的时候 他可以早上早一点起来 念一遍到三遍 礼佛大善悔文 礼佛大善悔文 必须要念的 它是很重要的 我看大家发喜充满 眼睛各个瞪得像护发绳这么大 哎呀 发喜啊 这叫发喜啊 感恩师父开始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记得问第三个问题 好 赶快问吧 因为无名系 同修造了很多新叶 新叶消得掉吗 怎么系俗新叶 怎么控制自己 不再造新叶呢 请师父开示 要想不造新叶 首先要有戒律 知道菩萨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你就不会造新叶 如果一造新叶 马上就要改掉 就像一件白衬衫 有一个污点 马上擦掉 它很快就没了 如果你留在一个星期之后 就会擦不掉 所以新叶不能造 造了要马上擦掉 它就不会有了 原来泰国人讲国语 都是这个味啊 难怪我听他们一个流行歌手 唱出来的歌手 不知道他唱什么字 这是流行的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这下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我很感恩你啊 你终于问完了 你们大家知道吧 让别人发喜 你自己也发喜 是不是让你们开心 你看我更开心啊 所以你在家里也是的 你让太太开心 你一定开心的嘛 对不对啊 好好的让别人发喜 让别人开心 你一定就开心 你让你太太不开心 你一整天在家里 她不会给你开心的 感恩南无大致大悲救护 救那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感恩大致大悲救护 救那恩师 感恩大家 你看大家都喜欢他 感恩你下次再来啊 你看我们学佛人 不会生气的 你看师父跟他学学讲讲 他很开心 他没有觉得 哎呀师父你讽刺我呀 你要是换了他功高我慢 觉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 讽刺我 所以学佛人 首先要放低自己 把自己幸福的位置 要放低 所以你很快就会幸福了 如果你整天把自己的 为幸福的 公共的观点 放得太高 我学他学坏掉了 所以你们记住 不要学别人 你们不要学师父这样 听得懂吗 你们都是师父的好孩子啊 要把自己的幸福观点 要放低 你很容易幸福 放得太高 你就很难幸福 大家听得懂吗 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释迦摩尼佛祖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卢君洪台长 我代表比利时共修组 全体 哦 比利时的 师兄 怪不得那个味差不多 向师父请安 谢谢 我带来比利时 同修两个问题 向师父 请开示 请师父开示 问题一 明星见性之后 内心看着在外城中 外心有时会不自动 生出各种颠倒妄想 很清楚的 知道心还不够干净 会加强念心经 求菩萨净化心灵 请师父开示 这种情况下 外心动得念的夜 是不是会比较轻 很容易去除 不会形成业障 请师父开示 你看比利时问的问题 还蛮厉害的 实际上人的心分两种 一种叫内心 一种叫外心 外心比较容易受污染 比方说贪生痴 这种贪心 痴心 还有恨心 都是外心的 那么内心呢 是比较干净 你的外心呢 太执着了 太力量太强了 它就进入你的八十天中 那么进入六十天中 就是第六意识 七十天中 到的八十天中 就是阿赖意识 你就很难去除 所以进入八十天中之外呢 就是因为你的外心 太注重了那些贪嗔痴了 所以当你知道你的外心 有一些污染的时候 你很快的用内心 你很快的用内心把它推出去 去除它 就不会形成业障 你这个问题讲的是对的 所以有不好的念头 马上去除 你会很快的 就会去除这些业障 所以人不能让不好的思维 常留在脑子里 常留在脑子里 它去不掉 如果你马上来了 很快的就去掉 那就成功了 有一位伟人 曾经说过一句话 狠斗私自一散念 其实这句话很有哲学道理 你们知道 什么叫狠斗私自一散念吗 当你有一个贪心 有一个念头 我去把它弄过来 一想 不可以 马上去除 这个人还是干净的 要马上去除 所以当你已经形成了 我想去做了 你的动作 嘴巴已经就开始去做了 就进入你的生成意识 进入你的生成意识 就很难把它去除 时间长了 就成为业障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很多老妈妈 不诗字 也听不懂 普通话 但很善良 也很喜欢念经 他们也很想拜师 考虑到他们平时 没办法去听师父开示 和看白话佛法 当他们提出弟子申请 我们也有些犹豫 对于这类只念经 念小房子的佛友 想拜师 该如何处理 请师父 慈悲开示 不要处理 好好的 先把他们引进佛门 好好的先念经 开智慧 多念心经的人会 开智慧 想去 好好的学习 更深的佛学道理的 所以千万不要排斥他们 记住要救度 每一个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讲得不要这么悲伤好吗 我代表比利时 供修主的全体师兄们 请师父能够早点来我们比利时 开法会 我们比利时的全体师兄们 正在积极努力 准备 准备 那个法会所需的 所有东西 谢谢 感恩师父 谢谢 你看看 师父忙得过来吗 所以我现在一年已经有半年不在澳洲了 我在全世界挥过来 挥过去 台长师父 您辛苦了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祝佛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宁夏供修组 有三个问题 请台长师父 慈悲开示 师父曾经开示 十小咒中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如果在功课中 不针对祈求 直接念 结果会如何 感恩师父 你是说 现在要我回答 还是说 我在书上已经写的 因为这个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您曾经开示过 就说和姐姐咒 配合着 化解渊结 但是有的同修 就说是 他不针对祈求了 如果直接念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就是一件事情 已经在做的进行当中 你想让他成功 就念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听得懂吗 明白 这是另外 有一尊菩萨 是专门管这些事情的 你念了他 他会加快你成熟 所以念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明白了吗 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 不鼓掌了 你们一定要听 泰国人问问题 你们就鼓掌啊 你们修到哪里去了 重新鼓掌 其实师父不是要你们这样 我要第一要你们发喜 第二要让你们懂得 我有事 有意要讲你们的毛病 讲了他习惯了 他听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到家里 老公骂他 他也过得来 否则很多女的 他自尊心特强 一讲话 马上脸红 马上生气 很难过 他不是伤害自己吗 你们因为很喜欢师父 所以师父讲你们 你们不会生气 你们让师父多讲讲 回到家里 老公讲你 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会生气了 这就是妙法呀 大家听得懂吗 我男人 每个人都要去讲啊 好了 第二个问题 无论新老同修 在念经过程中 为了念出 更好质量的经文 请师父慈悲 给我们当场演示并讲解 如何更好做到 心气合一 生气合一 身心气合一 感恩师父 你们这个长算白骨了 因为我没听清楚 对不起 前面 后面听清楚了 前面 就是 身心合一 这个知道了 前面 心气合一 跑上来的问题 的前面一段 无论新老同修 在念经过程中 为了念出 更好质量的经文 请师父 就是讲解 如何做到 心气合一 生气合一 身心气合一 这个很容易 怎么样 能够念经念得好 记住 一心一意 在念经的时候 要 两耳不问窗外事 一心 只读 圣贤书 跟孔老夫子讲的 一模一样 记住 一个人要 一心一意 好好的读书 你的心才会集中 才会进入 你的八十田中 所以 一个人要懂得念经 更要懂得怎么样 让自己念好经 首先 要有环境 如果很吵杂的环境 你念经 总归不是太好 如果你在家里 很安静的念经 有的人 为了念经 早上五点钟 起来念 念一个小时 到六点钟 开始做饭 他精神充沛 这都是很好的 所以环境很重要 念经的心很重要 还有无求的心 会加速念经的质量 如果你是有求的 布萨安尼保佑 我要一个人 我的孩子赶快好 你念的后来 全部是有求的念经 如果你无求念经 效果更好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人 到一个局长家里去 你今天没有求他 跑过去拿个礼物 过年了来看看你 你说还是拿个礼物 去跟他说 局长 你帮帮我了 你说哪个有效果呀 无求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我们平时在按摩店 按摩时 有一张手脚 对应穴位的图 比如手心 对应的是心脏 手指 对应的是眼睛等 请问师父 如果手心 皮肤常搔痒 我们在针对性的 念礼佛时 是针对手心 还是心脏 来祈求 你经常去按摩啊 不是 有个童修 他是开按摩店 按摩店气场 不是太好 你有本事叫他按摩店 把灯全部打得 我像这么亮 第一光要亮 对不对啊 对 坏的男人 就不会进来了 第二 按摩店 干干净净按摩 让人家不能有遐想 灯光一暗 弄点花香 好像看得见 又看不见 按摩店是最容易 接触这种 不好的东西的 所以记住了 灯光亮一点 做生意 没关系的 对不对啊 对 偷偷摸摸的 很容易 站着灵性的 而且人家 那种能来按摩的 如果他不动好脑筋 他的气场 不好的气场 他也会影响到你 按摩人的气场的 听得懂不了 听懂 这种店最好少开 不要开 我们学佛人 最好不要去开这种店 蔬菜馆不能开啊 不能开 正正规规其他店 心灵法门 路台长弟子 开个按摩店 你给我关掉 明白 否则会把它去除 出台长弟子 我不喜欢 听得懂吗 听懂 大家听台长讲话 爽不爽了 我告诉你 我也给你们几句 新的时髦话 爽不爽 那是我从流行歌曲当中 听来的 还有什么问题啊 您下公修组的问题 问完了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祝福 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每天都在 辛苦付出的 恩师卢台长 感恩香港共修组 及世界各地 所有的义工师兄们 你们辛苦了 我们一定按照恩师的开示 如理如法地 修习心灵法门 尽自己所能 去弘扬火法 度有缘众生 好好度啊 能度就度 不能度也要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无我利他的恩师 如君洪台长 弟子仅代表周山共修组 有三个问题 恳请恩师 慈悲开示 感恩恩师 第一个问题 万般带不走 只有业随身的业 是寄在每个人的 园林上的吗 那若是供业的话 这个业是寄在哪里 又是如何分配 请恩师慈悲开示 诶 你看看 你们听到他问题了吗 如果带业往生的业 实际上 从净土宗上面讲的 带业往生的业 实际上是一种 不造新业的业 就是你过去 有过这种业 而你不造了 这种业才能上天的 不是说 你今天还在造新业 这种业是带不到天上去的 首先 把这个概念先听懂了 明白了吗 明白 第二个 你说众生的供业 会不会到你身上 我问你 如果一个事件发生 大家几个人都在或坏事 你说会不会让每一个 只要参与这件做坏事的人 都会判刑啊 会 好 那么谁判了刑 这个人就是带着 他的自己的业 怎么会说 供业都背到他身上去呢 因为很清楚 他分得很清楚 所以他还是有新业 所以他还是有业障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 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夫妻共修 若以后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 而另一个到了天道 比如色解天 那他们还能在一起继续修吗 在西方极乐的那个 可否帮助另一位也脱离六道 请恩师 慈悲开示 想的都蛮远的 实际上夫妻就是一个缘分 在人间缘分断了 所以就没了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在开示的时候 我经常跟大家讲 不要去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太大 要看到人家的优点 我曾经在海外 法国吧 我在开示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 那 一个教授跑到去上课 拿张白纸放在那个黑板上 跟大家讲 他上面拿着钢笔 点了一个点 问同学们 你们大家看见什么了 所有的同学都说 一个黑点 结果这个教授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看见这张白纸啊 你们为什么就盯住人家一个缺点看呢 一个人看老婆也是这样 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看见老婆的优点呢 你为什么就是他一个地方做错了 你就盯住他不放啊 你为什么就看见一张白纸这么白 你不看 就要看出这么一个黑点呢 所以要看人家的优点 不许看人家缺点 这样你才叫没有缺点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身上有仙家的人 多数都在农村 这是他们的前十一名 我刚才话还没回答你了 对不起 你是抱流水账 对不起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随便下来看天道的人的 但是他们这个境界到了 他们也不会再来看他 我举个例子 小姑娘你就明白了 你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 这个男朋友 现在跟你已经白白了 很长时间不见了 你们有这么一段情 现在你说你会经常回去看他吗 不会 好了 你现在人间的老公 他到了御界天了 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会经常回来看 御界天的老公吗 不会 你老公在不下家里啊 如果不在你回答的蛮坚强的 你在的话 不会 傻姑娘了 记住了 人生都是个缘分啊 你等到到了这个境界 你就不会有那个境界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但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就拽住你老公一起修 能够上去 一起上去 实在不行 他在下面 你在上面 总比他在 人道 畜生道 地狱道 要好得多 感恩师 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身上有仙家的人 多数都在农村 这是他们的前世因缘所致 还是与今生所为有关 请恩师 慈悲开示 他这个问题也很厉害 实际上 现在很多的灵性 你们知道吗 他在城里很难藏生 因为灵性最好的地方 是开阔的地方 有一片草地啦 所以在风水学上来讲 你家里前面不能有草地 很空旷的 因为有空旷的地方 就可能有灵性 所以空旷的地方 终于滋生于灵性的地方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为什么棺材啊 什么东西啊 都放在城里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阳气足 阴性 阴气就不会来呀 你看我们人多的地方 他鬼就不敢来呀 听得懂吗 你看看 你到一个鬼的地方 都是没有人的地方 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 所以农村的这种东西就多 城里就少呀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师慈悲开示 师父 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们感恩您舍身忘我 心系天下众生 但更心疼您 日渐消瘦的容颜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是我们最热切的期监 佛恩难报 良师难寻 我们要跟着师父 脱离凡尘误会 短时间轮回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师父 师父 我们爱您 谢谢 谢谢 他是真的 其实你们看看师父 有意的 有时候隐隐你们笑 其实我的心里也在流眼泪 因为人真的不容易 能够弘扬佛法 能够走到全世界 也是真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师父 好好度人 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 你也问问题啊 宫修祖问题问完了 现在是有位急诊 请师父慈悲看图腾 感恩师父 我们的法师 给他看给他看 谢谢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中进的卢台长您好 您好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谢谢 有一个小伙子走丢了 因为他比较老实 所以先问一下 92年的侯兰的23岁 两个月前给他爸爸说 和两个同学到广州玩一玩 三天回来 结果走了十来天 然后说他有病了 住院 让他爸爸寄了4000块钱 然后一个礼拜说病好了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 到现在两个月 电话也打不通 人也找不着 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 广州来这太远都找不到 所以现在就说担心 让什么人控制怎么着 也不知道 刚好遇上这个机缘 请卢台长慈悲 看看他现在怎么样 能够让他脱闲 快快回家 一般的呢 一般的呢 像这些问题呢 我都不看的 为什么呢 一般的这种问题 因为看了之后呢 他跟休学啊 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说台长这个功能 如果帮这种人看呢 有一天我在澳大利亚 一个警察局 突然在这边打个电话 The Master Lou 跟我说啊 卢大师 听说你很有能力 现在你们有一个华人的 什么什么 家里人走失了 你能不能帮他看一看 外国人跟我讲 我心想我给他看了之后 他以后把我弄去做顾问了 我不要上班了 对不起 你记住了 但是我可以帮他看 没有关系 你跟我记住 首先呢 这个是破例的 好吧 感恩知道了 还有像上次那个法师的 那个爸爸 把他走丢了 台长不但给他看 而且帮他用法例 马上找回来了 对不对啊 今天呢 对不起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那个他的孩子 有没有精神问题 没有 比较老实 跟人不怎么说话 很腼腆 你告诉我 几几年数什么的 92年的侯兰的 23岁 有点小问题 被人家控制住了 可能在做口供 台长慈悲啊 能够帮助让他脱闲 快快回家 还有啊 对不起 抓紧时间 71年的猪 兰的44岁 因为他7岁的时候 母亲就走了 他的父亲很老实 因为家境一般 所以上了一年级就剁学 小小年级自己就 母身 虎口 受很多罪 那30来岁的时候 开始烂酒 也就是见酒就想喝 一喝就醉 醉了就乱说乱骂 而且喝到痛风发病的时候 他不喝了 说不喝了 但是痛风一过 他又想喝 他本人想戒酒 但是他说他管不住自己 还有他无论走在哪里 都安静不下来 几分钟就要换一个地方 他说他心老急 心急不由他 所以请慈悲的台长给指点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人 能够转变 是他的生活稳定一些 七一念的猪 兰的44岁 你记住了 凡是不修心的人 不念经的人 实际上你叫台长看 我就要帮他背 因为没人帮他念小房子 除非你法师给他念 否则我不给他看 因为我能够帮一些 念经的人背 我不能帮那些不念经的人背 师父慈悲 由我来为他念也好 好 你答应给他念 我就能给你看 好不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现在告诉我 他几几年数什么呢 七一念的猪 44岁 蓝的 第一 他已经走掉了 一个破 魂魄 走掉一个破 精神已经不能集中 经常昏昏沉沉 第二 他身上有一个灵性 这个灵性 是一个小鬼 头发还披着 眼睛抱出来 很难看 像酒鬼 听得懂吗 师父你说得对 怎么样做更好的 解决这个问题 你现在要给他身上的灵性 大概将近要六百张小房子 好 然后你要给他放生 放两千五百条 几年之类 你最好 再半年吧 好 我告诉你 像他这种病 如果你帮他担的话 他一定会好的 但是你会比较辛苦 如果你帮他慢慢念 慢慢念的话 会好的 像他 基本上会恢复到百分之七十 应该没问题 刚好 我都看到他的样子了 这个人过去 不是说没有过 一点造诣 像一个傻瓜一样的 他不是的 他过去曾经有过 很好的一个生活过程 我讲的对不对 您讲的很对 那借这个姻缘 我分别再问一下 宗敬的卢台长 因为他这个样子 他的父亲压力很大 又很无赖 老人的心已经很痛苦 现在七十多岁 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折磨 所以老人身体不好 慈悲的卢台长 看看这个老人呢 四十四二年的麻 七十三岁 能否让他 他念佛 念得怎么样 法师啊 那个那个那个 两个问题 好不好啊 这也不能问得太多 我能不能问我 最后一个 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 因为 有很多的都是更厉害的 等着呢 你照顾照顾他们 慈悲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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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谢谢 好好好 来 你讲吧 感恩菩萨 感恩太长 我想问一下 我女儿 她零七年 狗 有自闭症 然后嘛 有那个 边险症状 一个老人在她身上 一个老人啊 在她身上 男的女的 看上去像女的 老太太 整天在她身上 完全跟她合一了 所以她的自闭症 很厉害 她现在 整天的 喜欢 关在房间里 不愿意见人的 而且吃东西 她都不愿意吃 经常挑食 而且 我看她的脖子 紧紧 追这个地方 很疼痛 她的头整天这么动 我讲话你听得懂吧 听懂 那我想问一下 卢台长 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放生多少 多长时间里面 能够尽快 能够把它 超度掉 因为你们两个人 本身就是修得不好 而且还没修 对 因为我刚接触 两个月 看见了不了 我告诉你 还没修 就比较麻烦 你要给她念经 你会帮她 背很多的业的 这个老太太 不是一般的鬼 她是一个很厉害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她是来要载的 她每次让她抽筋的时候 这老太太就特别舒服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你就明白了 一个人 你们知道 不是会生懒腰吗 凡是生懒腰的人 他只要这个鬼生懒腰 到人的身上 这个孩子 他就会抽气 就会癫痫 现在懂了吗 懂 一个鬼一生懒腰 人就癫痫 所以他一直在他身上 癫痫 我告诉你 像这种病 你不许大怨 很难好的 而且你们家里 至少要 有一个人 替他吃全素 我已经发愿了 从今天开始 肯定吃 终生吃全素了 刚刚发愿 对 不能杀生 还有 不但要吃全素 而且还要许大怨 等到孩子以后好了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明白吧 明白 我告诉你们 女方的家族里边 有人有杀业的 您说的很对 那我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你自己啊 给孩子 六百张 六百张 多长时间里面放生多少条鱼呢 两万 一千 那我再问一下 我做功课 每天要念什么呢 因为我刚开始修 心经啊 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 大悲咒十七遍 十七 礼佛最好能念三遍 三遍 嗯 其他的还要念一点往生咒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你是个好人 嗯 你太太比较凶 所以你这个人是怕老婆的 呵呵 好 谢谢台长 嗯 谢谢师父 听得懂吗 这孩子让他多晒太阳啊 啊 他缺钙 听得懂吗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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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 感恩大师大悲 鲁台长 1985年 85年数什么呢 数牛 哎呀 又是一个忧郁症 自己的虐障自己悲 脑子啊 忧郁症啊 这里啊 对 现在他的功课该怎么做 你说什么 现在他的功课该怎么做 你给他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 小房子还没念啊 念了一千五百多张 我看看收到多少张啊 数什么 数牛 数到一半 病情有所好转 他现在 人 不像过去一样 萎靡不正 现在人还有精神 对 还喜欢讲讲话 对 我告诉你 这个女孩子 你要好好地念下去 给他放声 你给他许个愿 最好让他终生吃素 如果你这样的话 财长可以叫他半年 就恢复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念多少张小房子 和你 许愿 你再给他念 八百九十张小房子 好的 好吧 他很容易的 像他这个灵性 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你小房子到位了 他就走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经常离开他生了 现在 所以白天 你这个女儿 特别安静 很正常 对 一到晚上的时候 就害怕 对 不早 而且我看到你们的家 你女儿住的那间房间 墙不是平的 有个地方是斜的 一个脚 对的 鼓掌 感恩大致大致 你知道吧 我话还没讲完呢 那个灵性离开他身体 也不愿意离开他很远 可能你白天念小房子多 你念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 所以就躲在那个脚上 你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你最好多念 快点念 以后晚上不找他 就好了 现在这个灵性 跟他有一点情缘 情缘是什么呢 跟他有点那种 暧昧关系 所以他经常会感觉到 有人 怎么什么 他晚上就是 耳朵里就一次跟他讲话 他随着也讲话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说悄悄话呢 谢谢 谢谢台长 而且我告诉你 还弄他的身体 所以他晚上 所以他晚上尿瓶尿疾 经常小编 对 感恩 你们记住啊 我告诉你们呢 你们得罪的鬼啊 他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啊 他要搞你啊 很容易的 昨天晚上你们看见了吗 那个女的跳舞漂亮吗 不得了的 吓死人了 灵魂灵性一上去 我告诉你 你就变了个人了 你再有名的人 再伟大的人 没有用灵性上去 你就完了 听得懂吗 不要找麻烦 放生又放多少条鱼 放生啊 放生放多少条鱼啊 一万七千条 一万七千条 慢慢放 我知道你们家里条件 不是太好 慢慢放 好吧 这个女孩子 台长能救她的 能监视她吗 来 就是我这里 跟她讲一句话 你把话筒给她 相信不相信台长啊 相信 台长能救好你 你相信吗 相信 我问你 你身上 你那个感觉 有一个人 他怕不怕我啊 不知道 再想想看 怕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们 你叫她女儿 一起帮你念经 女儿 女儿很快就会好了 这是你女儿 上辈子欠的 情债 好了 我不想多讲了 你们看看 你们周围 都是很多的苦恼人啊 你们不要不相信啊 真的 人生苦啊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救救我的孩子 你们这两天有发现吗 凡是重病的 叫台长来看的 都是没有修的 所以不修就出事了 修心的人不会出事啊 你们记住师父的话 好的时候 那是最重要的时候 等到不好了 那已经是糟糕了 台长 我们的夜 我们自己背 不要你背 我知道你很辛苦 好嘞 背本起点 你看看我的孩子 哎呀 有一个男的 白头发 在他身上 在他的腰上 实际上这个孩子 不能走路 是腰椎这里 出毛病了 对 他的 他的脊梁骨也弯了 我告诉你 而且他会老得很快 因为老在身上折磨他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赶快给他念 有念 我们都念了几百章了 这是家族业障病吗 我女儿也这样不能走 我老公也中风 你说他有智慧吗 他把后面三个问题讲出来 不就是验证了他自己的问题了吗 对 他说他家里有没有业障啊 三个人都是大业障 你说你家里有没有业障病啊 有 肯定有 祖上肯定有 祖上杀业啊 对 他们家是国民党的军官 他们家祖上 我这孩子要多少小房子 要放生多少鱼 小房子要念两千三百章 慢慢念 我们念 我们念 放生了 哦 难怪 知道了 知道了 全明白了 嗯 不能讲给你听 好吧 好好念 好 你现在 现在赶快把它念 真的是家族上的 很厉害的 好 而且老到你家里来 你们家晚上 墙上都听得到声音的 好 嗯 有没有声音了 有时有 也是也 好了 你们 你们家里最好要搬家 以后 搬家 太多灵性了 嗯 吃不消 你有在念 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我女儿也这样 但我女儿 她自己能念三张小房子 嗯 女儿没问题的 哦 女儿没问题 谢谢 谢谢台长 嗯 女儿很快就能站起来走的 我看 我看她能走路 感恩 感恩台长 让我们放多少条鱼 八千条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感恩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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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孩子啊 这个小孩子 现在两条腿啊 脊柱啊 有一条腿还能撑一撑 那条腿撑不住 对 有一条落不下脚跟 对 台长 你真的很厉害 我不厉害 你来做台长了 很厉害 感恩台长 我们自己备业 你辛苦了 真的 没问题的 好好忏悔 国民党的罪行啊 对啊 我每天都有念 李佛大唱会文五遍 我的功课怎么做 我的功课 她又问她自己了 本事都慢大 把我绕到胡同里面 我每天做21次 21遍大悲咒 行进21遍 可以 李佛大唱会文五遍 108遍 108遍网声咒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感谢台长 我可以让这个孩子啊 拿着那个拐棍啊 大概可以在八个月之后 可以自己走路 你听台长的话 坚持念经 希望明年你到这里来 让孩子组这拐棍来看大家 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你们记得吗 在法会上第一天 台长不是有一个人看病吗 也是站在那里 坐在轮椅上的 后来我不是给他加持吗 这两天在这里 一个人走来走去 全好了 他们已经把他录像都拍下来了 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法力无边 这两天菩萨在这里多少啊 天上的菩萨 再加上人间这些菩萨 哎呀 天上人间啊 明白了吗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念经 台长很愿意跟大家在一起 你们一定要好好念经 时间过得真快 你看看看 哎呀 今天又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了 大家跟台长在一起 时间过得快不快啊 三个多小时 对不对啊 你们喜欢台长来 我明天再来 好不好啊 你们好好地努力啊 一定要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啊 要对得起菩萨 对起我们的心灵 记住心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戒律 以戒为本 因为当年佛陀涅槃的时候 很多的弟子哭着在那里说 佛陀啊 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佛陀告诉他们 以戒为本 大家听得懂吗 要靠戒律才能精进 才不会退转 不该做的不要去做 不是菩萨说的话不说 不是菩萨做的事情不做 不是菩萨该想的事情 我们不想 我们就是人间菩萨 感恩大家 这几天法喜充满 天天跟大家在一起 非常的法喜 非常的高兴 希望大家每一天好好念经 一定要互相帮助 我们既然是今后的未来佛 我们也要成为现在的人间佛 台长很感恩大家 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学佛 好不好啊 今天你们又这么多人 成为台长的弟子了 台长也是很高兴 好好地努力 没有办法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苦痛啊 病啊 你现在先不要叫 你待会呢 把它写下来 台长呢 有空的时候 帮你看看图腾 你要是这样 你要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一叫的话 那每一次大家都不发喜了 好吧 赶快 赶快了 好好地给他念经了 哎呀 大家记住啊 这几天不要拼命地念礼佛 因为念礼佛太多 自己业障太重 可能会激活 人会吃不消 所以希望大家 这几天不要念了太多 好不好啊 嗯 好了 我让观世音菩萨救他一下 哎呀 不能这样的 好了 好了好了 不能这样的啊 好吧 台长已经给你特别加持过了啊 每个人家庭都有苦难的 听得懂吗 这个孩子脑子出严重问题 你们家族里的业障特别重 我可以告诉你 你跟我先好好地改一改 你这个人太凶悍 你自己前世的业障这么重 这辈子又不好好修 你的孩子不会有报应啊 抱在孩子身上 让你心更痛 你好好地改毛病 好好地在菩萨这里忏悔 听得懂吗 你念的越多孩子就好了 他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我刚刚已经给他加持过了 死不了的 我告诉你 每个人都在死亡的边缘 只有有了菩萨在心中 我们才永远活着 你们记住了 台长总是会救你们的 因为我在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台长永远有慈悲心救你们 你们好好爱惜台长 台长已经讲过了 我活一天我就会救你们一天的 叫他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台长有空的时候给他看 好不好啊 不要用这种方式了 重病也是这样 不要跪了 跪下来台长替你背 问题也不大 自己好好地要忏悔之后 念经才会灵 请大家全体的人都要记住 如果你觉得念经念的效果不好 先好好地念礼佛 因为礼佛念了灵之后 你念经小房子才会灵 因为礼佛那是菩萨首位 全部要批准的小房子上去 听得懂了吗 你们再叫我讲讲讲讲讲 我又会讲出很多天机出来 不过菩萨在 观世音菩萨同意的 说我靠山 所以我泄露一点 为了救人 那不怕 像这种孩子 都是你自己的业障 让你活受 让你看着 听得懂吗 你自己想一想 你说错了多少话 你害了多少人 你的嘴巴让别人蒙冤 我告诉你 你就在我这里 我完全知道你 自己身上的气场 你自己对婆婆 就开始跟我好一点 做起 你的孩子才会好 你看看 你现在的孩子 老老实实在台长的气场下 你跟我先好好地改毛病 你不改毛病 我告诉你 不会好的 大家好好听话了 台长一定会救你们的 因为不是我救你们 那是观世音菩萨救你们 谢谢观世音菩萨 大家想知道 今天晚上谁和我们 陪伴到现在吗 除了观世音菩萨 西方山盛都来了 还想知道谁吗 弥勒佛来了 好好地修啊 好好地努力啊 观世音菩萨还告诉我说 红孩儿也来了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你们求孩子的话 待会好好磕头 说不定回去就怀孕了 谢谢观世音菩萨 好好努力啊 不要不信啊 你们这几天都看见了 这都是真的 好了 冷静一点吧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你们不要嫌弃 给人家给你做的饭 好不好 你们记住了 这都是要感恩心啊 明白了吗 要感恩啊 有水 我们在这里 这几天像天上一样 大家开心不开心啊 回到房间里都睡不着 都在相互交流 佛法 你们真的很开心啊 好好地学佛 更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法师护持 谢谢音响师 谢谢护驾队 谢谢所有的义工们 也谢谢所有这次 为我们付出的 所有的义工们 感恩他们了 感恩了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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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再见 啊 让我们再次 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谢大家 参加本次 卢君洪台长 世界佛友见面会 本次见面会 圆满结束 祝大家 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再次感恩我们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莫关心不散 大莫关心不散 大莫关心不散